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可愛呀 說說話呢 是嗎 哦 咦咦 咦 咦 說說話呢 拿完 这两天发生好多事 买了一个trailer 然后把院墙上边的挡头给摘掉了 然后现在找了一个邻居家的小伙伴 把他拖到院子里面 因为这个坡实在实在是太陡了 首先挂了地板 早上半夜刮的地板到处都是 所以就没办法还是叫了个小伙伴 慢慢来拖上去 大工程 你看这多好 直接就 这大卡车太棒了 直接顶着插着地直接就上来了 应该这样就差不多了 一次发现院子里边还能停得下大卡车 这个院子里边原来可以开得进来一台大卡车 我操太牛逼了 我去 跟旁边你看 跟这个大个子比起来 大个子突然写的矮了好多 看一看一看 这个哇卸车是怎么卸的 他把车底盘刮了结果发现还是会刮一下 还好人家比较有经验 刮到那个地方并不是很重要 就是让你刮的地方 地上估计两道深深的刮痕 现在开始跟Yohan介绍一下我们的RV 所以首先你会有这个 它是一个小细节 你会有这个细节 可能 这是这个 现在 这是这个 现在你会有这个 看着镜头 看着镜头 然后你会有一个桌子 你会有一个桌子 我认为你能睡在这个地方 像摆在这个地方 然后你会有一个很棒的景色 如果是早上的景色 然后我们有一个电视 你会有一个看着镜头 你会有一个看着镜头 或者看着镜头 看着镜头 姐姐一岁了 阿拉一岁了 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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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哥 你那抱上去吧 对 坐在里面 对,你俩有人抱着他 我们的Ella一岁了 一岁了,抱紧了 Ella,Ella,Ella Ella Ella不想过生日 老娘还没一岁了 老娘还没过完青春期呢 一岁了,一岁了,一岁了 我们给她唱个生日歌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Ella May God bless you 我要快去吃了 来,去吃蜡烛 去吧去,去蜡烛 好了 打开 HAPPY BIRTHDAY,Ella 这是念妙做的 这是妈妈给Ella 买了一个大骨头生日蛋糕 我感觉跟 我感觉跟个人的大腿骨一样 我天哪 不会真的是 好吧 真的,你看跟人的大腿骨一样 就开到这样的,要不然那个 这应该是那个牛腿骨 嗯 就放在地上,它一会儿都甜了 吃吧,吃吧 当骨头够大的时候 两个狗就不会打架 我以为 妈妈 你这个,你这个主意不错 整,整一个足够大的骨头 它俩都不会打 特别的骨头 你在探索世界吗 好漂亮呀 那小嘟嘟嘴 那嘟嘟脸 你想换尿片 是不是 奶奶给你换了呀 你还是想吃饭吧 应该是想吃饭吧 应该是想吃饭吧 还会说呗 你好痘 你好痘呀 嗯 看我的 看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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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宝贝 就说 你吃饭了 多年了 多年了 手挺好 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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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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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太害怕了 她是太害怕 她是很害怕 她是有多害怕 她是在我的肩膀 你明明明看中 你明明看中我 是太害怕 她是很害怕 我看中我 她是正常的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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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很害怕 我认识,他真的很害怕 我认识,他真的很害怕 但他很明显 我知道 我认识 喜欢这个小狗狗 他很害怕 他很害怕 现在? 因为他很害怕 到最 iyi仔细的地方 牙鹅 有等的吗 你看在这搞 tomorrow 我不知道 cav白 糑 系 是不是吓得好可爱 你说对他好像跟优汉稍微有点点不一样的感觉 看出来 我天真的 这不把头给抬起来了已经很 好秀气啊 哎呦一个手撑着了 哎呦感觉跟爸爸拉杠子一样 哎呦 好漂亮 好漂亮 你们好漂亮 好可爱啊 这小朋友 太可爱了 哎呦 哎呦 你就是专心做这一件事知道吗 嗯 这啥呢 哎哎哎哎 哎呦 那个大姐在院里呆呆着 感觉很惬意 嗯 还舒服 很舒服 有大姐 是不是 这个也好看 前面的这个小姑娘 还在发育当中 昨天晚上来例假了 是不是 弄得地上到处都是血 哎呀 好看好看 糊子 拐弯的时候它就会放慢 不是它拐弯的时候 今天开个箱 开啥箱呢 我看一下 看我们可爱的小狗狗 小狗狗 我们今天开个箱 开啥箱呢 来 开这个箱 这是个啥东西呢 终于到了 高起来高起来 不行 右手断相机 搞定换一只手 给 给 好了 你打开看一下 打开看一下 里边长啥样 那是长这样 啥样没有 起开了 起开了 这还是个包装 把这个包装拿开 一个底座 一个盆 相信这底下应该还有一个路由器 哦 有一堆数据线 好 整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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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两个狗背包献给我东西咬了 我一开始打开的时候我以为就底下这个是放歪了后来发现哦原来他这个这个就是就是已经就是歪着放了这么设计的 好 上边还有一个板 这边还有一个 铺子器吧 这个叫什么 想要调制解调器 一会插上看效果怎么样 这里边有两条线 一条是接天线的 这条线非常长 还有一条短线 然后就是接这个调制解调器的应该是 是加Modem 加一堆东西 然后有个电源线 如果他能不用这个 嗯 这个高压电就好了 如果能用了 比如说 这个USB线啊 就更好了 然后这里边有个小细 哎 你看这里边有个小细节就是 里边有个小细节就是 你看这个 看起来好像普通的这种小的三项插头 那在这个插头的上面有一圈 这个橡胶 所以说理论上讲 这个东西能够防雨 应该是搁到外 户外问题也不大 可能就是为户外设计 好了 我们把这玩意架到房点上了 然后呢 另外一个 在这个地方 按说工业设计的话 那时候啊 真的跟这个 苹果比还是 差了点 但是也不差 也不是特别差 底下那个 就是 天线到 这个这条器 中间那条线 像是一个大号的 那个 Micro USB的那个接口 一看我说 哎 我靠 为啥要设计成这个形状 但是 whatever 主要的work就好 现在现在插上电了 好像还没有什么动静 我是想等着他看看他自己 动一动啊 找到微星啊 这个看看怎么样 能不能找得到 哎 动了 你看正说着动了 还搁支了一下 是不是得高点油 但是 动了 嗯 我不知道这个玩意 是不是需要有个什么东西南北向 什么之类的 一会看看说明书再说吧 先试着连一下 我想试着连一下WiFi 结果 嗯 WiFi 暂时网页还打不开 我比较奇怪的是 为啥这上面 有三个点 但是它不亮 如果能亮一下的话 显示一下状态就更好 那现在又转到这个方向上来了 哈哈 看样子应该是可以在 天上找星天的这个节奏 今天 天空非常晴 不好意思 今天天空非常晴朗 所以说 估计问题不大 不知道如果是等到 雨天啊 然后阴天的时候 会怎么样 试一下吧 这个效果是 现在看来真的很不错 现在是把它放到这个乌檐下边 乌檐下边 啊 一点信号都没有 就说明这个东西 哎 动起来了 这个东西还是 嗯 应该是 怎么讲 就是说 这个微星信号的这种穿透能力 应该 还是很一般 所以说 应该还是得想办法找个时间把它放到屋顶上 还差点把这个箱子给扔了 其实 这时候才发现就是这个箱子 其实设计的 运输的方法挺简单 也挺结实的 所以说这个箱子应该可以用来 带着到处走这套设备 就比较方便 小蛆 小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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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爱 你好 好可爱 好可爱 小虾 小宝 小 Katherine 你好可爱 你好 好可爱 阳光下的活蹦乱跳的小姑娘 和一个帅帅的臭小子 现在在孩子的学校里边 然后把这个树给减矮了一些 整个周围通车的地方树都减矮了一些 然后这个工作量比预想的大了一些 大半夜还在这装这些垃圾 干了一整晚上 4月30号 我们现在来到这儿跟房东 做一下final walkthrough 然后我们住了这个半年的房子 就要退房了呀 很怀念 就是这个卧室外边的风景 依然是那么的漂亮 日山上还有一点点的雪 那边还有一艘小船 嗯 很快点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